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演员韩索文 小18岁的老公陈华爆料说 他被韩索文打了并上传了照片而引起了争议 8月6号,陈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片 并用中文和韩文写的 大家好,我是陈华,韩索文打我了 照片中的陈华脸上有类似被刮伤的痕迹 他表示,这些删痕是被韩索文打的 很特别的是,陈华很快删除了最初的发文 并重新上传了相同的照片 只是刚改了文字内容 在重新上传的贴文中他表示 我绝对不是因为韩索文是演员诬陷他 我这8年里真的过得太累了 我真的真的好累 之后他再次发文 大家好,我是陈华 刚刚直播结束 韩索文动手拿东西打了我 我们两年前已经离婚 这段感情离我经历了,对不起 陈华和韩索文两个人是在2018年 克服了18岁的年龄差结婚 他们育有一个女儿 并通过韩索文的个人账号持续分享近况 最近他们还曾透露全家一起搬到广州生活的消息 不过两个人过去也多次因不合传闻而成为话题 去年他们突然发布了一份似乎宣告离婚的声明 引起混乱 但最终被认为是一场为了博取关注的闹剧 因而遭到批评 此外,由于韩索文在2021年 因造假争议而从韩国综艺Anaima中退出 导致现在不少人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陈华真可怜 在那么年轻的年纪 为什么要和韩索文结婚 过着那样的日子 因为之前他们说过太多谎话 老实说这次的新闻是不是真的也让人怀疑 如果是真的就分开吧 不能一直还使用暴力的人生活 会越来越严重的 以前在出演节目时 他们总是在吵架 看来离婚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韩索文是挺奇怪的 但那个男的也很奇怪 不是财阀缺装成财阀 靠年纪大的韩索文造假的前生活 既然涉及暴力 就该报警并通过法院离婚 为什么要在社交媒体上直播离婚过程呢 在韩索文的立场发表之前 先保持中立吧 但是 陈华突然解释 我写错了误会的文章 他不是坏人 请不要误会 我发错了 同时韩索文也发文 陈华也是个好人 为了惊吓到的你们附上 然后附上了一张家庭照片 所以 对于韩索文和陈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